安清班交通車遭撞,醉田溝酒傷 又發生娃娃車意外,雲林大皮箱一輛滿載國小學生的安清班交通車 昨晚從南河村產業道路要穿越鄉道時,被一輛休旅車從右側攔腰撞上 事控衝進田溝帆腹,車上大人小孩全都摔成一團 造成兩車兩名成人,四名小孩一共九人送醫 鎖性傷勢皆無大礙 大部分都是臉部擦傷或是臀部錯傷 教育處懷疑安清班不顧安全 在後車行李箱擺放小木椅讓學童坐,操載學童 那麼我們會等到那個警方,就是整個一個確認以後 我們會該懲處的,我們會做適度的處理 安清班老師林月慈昨天向警方否認,有操載情形 警方正調查造勢責任歸屬 動新聞,雲林報導 保託 立金 領埕 理工 anna turnarou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